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跟我差不多 最好比我小个一两岁 然后呢 身高一米如五左右 情趣还好 也有一点喜欢打游戏 但不要太喜欢打游戏 大家好 我叫李如 今年21岁 现在是一名舞蹈教练 基本工资在四千 我还没有刷过朋友 因为读书的时候 我妈还乖得比较严 然后我所以刷 然后工作过后来也时间比较近 身边男性朋友也比较少 想通过这个节目呢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男玩 开始一段新的初恋 我的兴趣还好呢 跟我现在的职业也是一样的 就是跳舞 除此之外还比较喜欢打游戏 还有吃吃喝喝之类的到处去刷 我的最有要求呢 就是男玩要比较阳光帅气一点 身高要在一米七上吧 要比较有责人心 会贴贴人的 用柳条来做今天见面的 这个节目的原因是什么 妹妹 因为我是没有谈过恋爱嘛 想要还原一下校园爱情 但是大家已经毕业了 没有办法了 所以用这个柳条这种绿色青春 来感受一下 但是没想到她已经死了 男嘉宾已经把她给折断了 死得很惨的 太不害羡我们女嘉宾的一番心意了 就因为她父母不同意 觉得我小了点 然后又没有七岁的存款那些的 然后感觉跟我在一起有尤其感的存款 刚刚听你说话的 你初恋应该还很乱七七嘛 有一点点吧 已经初恋 难方比如说难玩的 有儿确实 初恋的话确实有种感觉 但是比起来想起来 不可能是为了初恋 就连辈子都不谈同意了 是吧 特别同意了 那我听说年次也是初恋 那时候经常就是给她弄饭啊 这个人对她很好啊 我当时我过来的原则就是 不让我女朋友都是喜与做饭 这个人会有什么好 那你刚刚还说 你说的是说你女朋友 我觉得听了就像说 在说你钱女友一样 当你对她那么好 你也这么玩笑 是他们麻辣的原因的话 那你现在结婚生完了 你没有我啥子说是吧 但是我就是觉得 你没有放下一千月 那个样子对我一点都不尊重 我还没有三个朋友呢 一天让你一天对到你 你就心里想到你一千月 我就很难受啊 拼杂子啊 你很玩笑啊 你很想再跟她在一起啊 你现在条件你很好 你才不得把最后的呀 你已经是他妈的缘理啊 现在条件好 你给他们证明 你可以照顾朋友的呀 把最后的呀 还要挖啥子杀 所以他们都说的 男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 钱女友永远都死的几点 二天他都没有啥 评论你还要很难受 而且他结了婚了 你还要给他送笨子钱 他要很难受的 就给他送笨子钱 那我评论到你再一下 我都是也想过这种 去追他 但是他也刷到他们去那里 然后就不得了 我跟他 我听说的 我跟他的缘分也没得到 然后就有可能这样子 哇 你这样不说 我的天哪 那意思是说他没有刷笨子的话 你还是把他追回来哦 男女嘉宾见面聊天 直男真的是大猪蹄子 完全看不出到底有没有什么痕迹之类的 已经这一关可以说就是轻松越过了 但是男嘉宾还是没有越过 钱女友这一关 我觉得我们女嘉宾的这番 完酸简直是说出了好多女孩的心声 钱女友是一种该死的生物 而我们的男嘉宾呢 真的是傻的一样 在那里提到自己跟钱女友 同去一年 你要知道女嘉宾可没谈过恋爱 心想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你都已经同去一年了 你想想看 直男都认为钱女友就是自己的 他听说他恋爱了自己会心酸 他结婚了还要去含泪送份子钱 我觉得女嘉宾已经入戏了 他自己加了好多的设想的情节 甚至还在怂恿男嘉宾 把钱女友追回来 男嘉宾也是傻不愣愣地在那里 我也想过的呀 但是太傻了 我眼看他越陷越深 而女嘉宾的这种弯酸 已经变成了一种愤怒 男嘉宾你知道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样去正确处理吗 首先不要提到过去同居的这段历史 第二 提到前女友的时候 一定是一种默然的表情 就是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他结婚 他结婚关我什么事 为什么要送份子钱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这才是正确的回答方式 各位男同胞请一定紧急